你這個死虎剛要扔死你 扔死我會罪咒你 生到你這麼漂亮 我要扔死你 我看看你還用得這麼漂亮 讀死 虎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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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十字路口,这么熟口面? 这里应该有个美少年,让我去占卜一下 问我能否杀到富光先? 占卜爱情的十字路口 每位曾经被美少年占卜的人,最后都会离奇四望 爱的极致,是扭曲的疯狂,还是温暖和希望呢? 上日,你要小心点 看得太合神了,富光呢? 诶,那个人这么可恶?头又油,黑暗的又深 但他拿着那个锤子,我想要啊 过去看看 诶,我的锤子呢?你为什么拿着我的锤子呢? 给我啊 这个人真是够曬奇怪 口含着钉子,以为拿着公仔打钉就可以诅咒到人 诶 这么有童心 当面对着人性阴暗面的时候 你又会怎么做呢? 哼 咦,你怎么救我呢? 咦,我看不到 咦,你怎么会有个女孩呢? 这个人家,除了一条腿之外,不复光 都有几分相似哦 咦,哇,地下,还有小蝸牛 你怎么搞我啊? 我诅咒你啊 急死你啊,病死你啊 哈,这个女孩真是可恋 直指的舌头一样变了一只蝸牛 无论用刀割多少次都好 都会重生生出来 然后她父母就用了蝸牛最害怕的盐 布满了整个浴缸 再放直指进去 究竟直指最后 会变成什么呢? 哈哈 为了所爱的人解困 但结果不迟预期 是对还是错呢? 彩子的家人 常常都会在一个天花板 转个洞透溃她的生活 就算她逃走到一个没街道的城市 想要穿过这个城市 就必须要通过别人的家 但是城市里面的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其中 有一个因为偷窥 而掌满了眼睛的怪物 都对着彩子 虎视眈眈 你会不会都对别人的生活 好有兴趣呢? 摸摸墙上面的洞仔 可能偷窥狂 现在已经在看着你了 Ethan 刚刚不是副公? 哈哈 但是哪里不跑学校? 我要为那个傍命 哈 最美麗的主角當然要是最後出場 無論被殺多少次都會無限復活的美少女 這個2.4米高的巨型富光的確很宏偉 不過連我百分之一的細一美貌都仿製不到 愛可以無限增長 人的慾望是不是都一樣呢 好可憐 糟糕 還給我抓到你 糟糕 糟糕 不如不要再扮好嗎 不扮了 哦 這個走進伊藤潤二的鬼異世界體驗展 的最後一站是介紹伊藤潤二的展廳 除了擺放他的作品和身平簡介 還有兩個曾經在台灣展出的漫畫展品 分別是韓戲的翡翠蟲和雙翼的詛咒娃娃 還有這兩個三十厘米高的雙一和富光模型 是今次體驗展的一比一模型初稿 每位入場參加的朋友 還可以得到一條別注版的茶巾 板餅 富光啊 富光好去了哪 啊 富光好去了哪 蠟燭掉了 這樣吧 iderman 我真的拉住我 行不行 你要走我才行不行 行不行的 1 2 3 快走 雙一 接住 CAMMAN 接住 虎江 接住 雙一 雙一 接住 沒有啦 到地球